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美国》的两个在这儿 有两个在这里却开了一个叫做《中国会》 在《中银大厦》 《旧中银》 《中国会》现在还有的 相信还有的 中國會 徐展堂的照片還掛在那裡 中國會其實當時開就是為了給香港那些尊貴人士吃飯、飲茶 一個屬於高級的會 樓上樓下有徐展堂藝術館 當時找英國王子來剪彩的 這個就是在望山中 為什麼忽然在望山中有一個飯局呢?這個問題在這裡 為什麼呢?1980幾年的時候 剛剛收購成巴 徐展堂收購成巴之後 就引進了一些新的所謂的型號 是最新的 那個是 他就在大會堂外面的廣場 就放了一些承巴在那裡 show 給大家看 他買了一些新的承巴 甚至找了鄧蓮宇展賽 當時的法局議員鄧蓮宇展賽 他有請我去 當然看到很多這些商界的人 之後 第二天 某英文早報 大條寫 立法局議員 某人 某立法局議員 指名道姓 就入了做軍火集團 南華早報 這個標題就這樣 內人尋味的 這個標題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原來裡面就不愛於是 就說某人 是立法會議員 就入了去承巴做 統治 是這麼簡單的嘛 為什麼要牽連到港獨 賣軍火集團呢?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那時候我在日本銀行呢 就負責徐展堂的戶口 因為我對外人 OK? 那徐展堂先生就邀請我 和我在日本銀行 那些高級那些 一起去參加他的飯局 就在在望山中 哇 裡面多人多道理 大約五十多人 那場合 有立法局議員 又有英國駐港的商務專員 有紅透半邊天的女歌星 他叫徐展堂做阿哥 大家同性 我說不如開名 OK? 在這裡吃 很隨便的在這裡吃壽司 大家當一個日本餐 OK? 忽然間有個電話響 這個工人就說 老闆 請你聽電話 徐展堂就走去聽 講完一大堆英文 就走回來 人們對我們 就大聲地說 你說有沒有搞錯 這個報館 這個英文報館 今早登完 現在就向我道歉 你信不信他們所說的 整班人就說 不信 我們全部都不信 繼續吃東西 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引出什麼呢? 當時港英政府 就是把 得不到那些官員 對外那種什麼 變成比較 比現在很鬆 現在就嚴謹了很多 比現在嚴謹了很多 問題我一樣肯定 當時在場 就有 Lawrence 梁銘燕在這裡 我又再看到他一次 那次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剛才你提到 在場也有些英國官員 在97年前 都還是英國殖民地 很明顯 所有的商業行為 都有一些目標 英國有什麼反應呢? 英國 英國 英國就因為 簽了聯合聲明之前 簽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前 徐展堂呢 就找鄧永章先生 叫雪茄等 因為他代理古巴的雪茄 就去英國 因為鄧永章在英國的人物關係 就多了 和旺室的人 那就帶他去見馬卓安 當時那個首相 馬卓安說 你來捐錢 我很多謝你 不過你如果叫我 去和中國 談呢 我就比較難些了 那結果 中方呢 都被徐展堂他們說服了 就邀請馬卓安過去 於是大家簽了很多協議的 不過major是很想過去 英國 中國那邊 去談的 還有那個 古董方面 因為以前 大家都知道八國聯軍 有很多古董在英國 很多古董都放在地下庫的 不夠資本去 出來陳切 徐展堂 捐款 那查理斯王子 接受 接受了這個這樣的 潛意 所以中英的關係 可以踏上一個新的境界 這是我所體會到的 OK 因為當時馬卓安 他訪問 北京 是六四之後 那 就是因為六四 就是 外間 主要看到 香港那時 惠益遜搞的玫瑰園 那就要 相當高層 文件 但是馬卓安又很不想見到李鵬 去握手 那時候六四之後 但是 以你的理解 其實英國是很想破兵 但是又要面子 所以就出現了一些中間人 去令到一件事情 沒錯 對 實馬卓安不敢去 不想去 結果中方說 你過來 不用顧慮這麼多事情 就是他想破兵 鄧永章 鄧永章 很多 所以說 有這班人是川針人善 他們才可以見面 但是他亦都會怕在國內被人罵 但是他亦都想去跟中國破兵 去做一個政績 那這兩個事情 他同時間都想兼顧 所以就算出現了一些中間人 去製造各種各樣的藉口 令到他們比較自然地見面 很簡單 很多外交的事情都要靠中間人 那些人 汪菇會談 一樣 台灣 菇振抱 為什麼跟汪道行 在新加坡 這個其中一個這樣的例子 因為中間有人在這裡 撤合 大家不要忘記陳香梅 陳香梅 廖城志 居公 最大 靠這些 所以 你才去到後期 譬如說97前後 徐先生很明顯是一個愛國商人 但是英國基本上都是接受他的 接受 接受 香港人接受 英國接受 中國更加接受 但是你也提到彭令康要求他解散一間公司 那就是說 英國內部也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你說香港內部還是香港政府內部 英國內部 或者代表著利益集團的內部 解散軍公司 Rex 跟英國沒有關係 跟英國沒有關係 只是做那個所謂的火藥代理 當然你說扯上去 軍火是另外一件事 跟英國沒有關係 這個案子 跟中國有關係 中國北方 中國北方工業 英文叫Norinko 因為我們想研究一下 比如說是一個白手套的遊戲 對英方來說 做到某些事情可以接受 過了某條線 他就開始有意見了 所以就在那條線上游走 如果你公然碰到一些再轉一步的軍事等等 就會越過那條線 大概有一條模糊的紅線 我這樣理解是否正確 是 對 所以去到 雖然北海和中國軍工集團的背景是公開資訊 但是去到後期 徐先生應該都沒有越過那條線 所以至少去到他的人生的落幕 都受到各方同時的認同 我這樣理解是否錯呢 是 他落幕完全關鍵的 新中港 集團本身 那間 徐展堂是做擔保人 搞到徐展堂被告破產的 最後 2007年 2007年 我在太子行 仲見徐展堂 他問我最近怎麼樣 我最近跟黃老闆做事 我回去跟黃老闆說 他是一個傳奇人物 黃老闆自己也傳奇 所以徐先生 最後來他破產就完全因為他背了這一單 而他 背了這一單 搞到賣成八 賣成八就是那段時間 什麼都賣光 除了中華七廠 保持住 連山頂那裡是否也賣了 哪裡 山頂 山頂 賣了 賣了 裡面那些古董 又怎麼處理呢 上網山莊 裡面的古董 給保利 中國保利 專門做 你怎麼知道 中國保利 專門做 收購 收購 股東 都是軍方的 明白 軍方 你可以想到那個 你那些上網查那個 所謂 上網山莊四個字 自不嫌 都為他 同情他 一起說 他現在 中華製七廠裡面那些人 如果聽見我 剛才說的那番話 他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 找我 因為我跟你很熟 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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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交來的 創辦人 林坤先生 我世家 我們的世家 我的名字都是他安的 明白 這是中文的名字 最後還有一個總結 你提到現在香港 情況完全不同 很多人 掛痛肉 用後買狗肉 其實外國也是有來的目的 當時你覺得 徐先生有沒有得到 什麼其他的 商業王國有關的得著 還是基本上都是 幾無常的付出 連累到他所有身家都沒有 無常付出 無常付出 得著是他旁邊的人 得著是旁邊的人 無他的 有想到97的時候 都可以有些利益 每個人湧過去 其中一個律師 現在都是很活躍的 我不用說是誰 你都知道是誰 就是那個智囊團裡面 現在都很活躍的 明白 所以很感謝你分享 這些跟香港歷史很有關係的典故 我想大家聽完 會好好去查一些歷史的考據 很感謝曹先生 你無常的付出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以後我們再請教其他 關於你其他傳奇的故事 即是你家族故事其實也很傳奇的 那我們有機會再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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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